今次选委会选举一共设有五个一般投票站 分别是湾仔会展、九龙公园、屯门和沙田大会堂等等 各个票站一带一组有警员 包括是反恐突行队巡逻 七届选委会增加到1,500席 其中900多席是选任委员 当中有603人自动当选 只有13个界别分组要进行选举 大概4,800个投票人或团体授权代表可以投票 首先一定要是爱国者 现在爱国者自港 当然也要看回他们的履历 看回他们在地区的参与 我会参考候选人 看他可不可以在民生事务上聚焦 第二样东西 看他会否集中想办法推动特区政府 可以解决住屋教育的问题 我有信心对他们选出特首 和向未来的特首反映出 教育界需要的改革方向 因为现在填鸭式的教育 也是对香港的学生来说 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历程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早上巡视投票站 他说今次的选举意见重大 选委会具有广泛代表性 很多以前都没有机会 透过选举委员会来参与 去选举的界别 都在这次里面有一个参与的机会 包括有些基层组织 同乡社团 在内地的香港人 和一些全国性组织里面的香港成员 所以是符合了均衡参与 广泛代表性 他说当选的选委会委员 属于公职人员 需要宣誓上任 但由于人数庞大 目前计划安排他们 透过书面签署试验 母线电视记者 陈家印报道